大家好,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,喜欢请点击订阅,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 浪姐2,姐姐位置悬了,妹妹团即将来踢馆,其中还有TH19队员,乘风破浪的姐姐在播出之后拥有着非常高的热度。 播出中期,还会有三位姐姐来踢馆,苏运营、曾黎和杨晨玲表演了BORM,舞台炸裂,这次规则与以往不同,三位踢馆姐姐在团队当中选取一个进行挑战,如果挑战赢了的话,那么姐姐中就会有一人淘汰,踢馆组就会有一个人晋级,这对于本来就紧张的姐姐来说是更添压力的。 原本她们的训练以及舞台准备就非常的紧张了,却还要应付踢馆的姐姐,不过有压力才会有动力,每一位姐姐都更加努力的去锻炼,争取做到最好。 在第三次公演的时候,杨运营、杨成林挑战了周笔唱组合,出人意料,周笔唱组是很厉害的,如果是普通人自然是想要挑战弱一点的,以避免自己会失败。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,震惊全场,不过好在最后的结果很好,最后她们挑战成功了,这时周笔唱组就需要有一个人淘汰,当主持人宣布的时候,姐姐全部都非常的伤心,由此她们的压力就更加的大了。 不过,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,最近网络上有知情网友爆料,姐姐踢馆团结束后,即将迎来一大波的妹妹挑战团。 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制,与以往很不同,而且在放出的名单中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优秀的妹妹,演员、歌手和idol全部都有。 李一彤、古丽娜扎是演员,虽未见过她们的舞台,可是两人颜值高,人气也是数一数二的。 如果说,这两位没有威胁那么下面的女团成员,可是令人意外的。 火箭少女的吴轩仪,硬堂少女的西琳娜一高,还有任那儿的成员,那就是孔雪儿了。 不说别的,就单看她们能成团出道,说明这实力就是不容小虚的。 再加上颜值的优越,不管在哪一个节目中,都可以成为焦点。 更何况是和姐姐们比了,在体力方面,颜值方面就胜利了一大半啊。 所以不少网友看后都直言姐姐位置有点悬了啊。 不过,这也只是一个简单的爆料,官方目前还没有发出最新的消息, 最后的结果也是未知的。 但是,相信如果这些妹妹们真的来的话,那也绝对是神仙打架的场面了吧。 而且乘风破浪,每一期的赛制都会更改,说不定这次真的会邀请妹妹们来提馆呢。 所以还是让我们一起等待最后的消息吧。